字幕秀博文貴 字幕秀博文貴 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1月25號 禮拜一早上的9點53分號 今天台幣股市我們可以發現到 指數是出現大跌 那目前呢是跌了211點 那预估到抽盤成交量大概在4000亿附近 那我想下跌的原因大家应该知道了 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的走势呢 在近期呢出现涨多之后的一个压回 那上个礼拜五就已经带动台北股市的指数往下压 那目前台积电跌了21点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目前跌了210几点的时候呢 几乎也是属于台积电所贡献出来的了 但是呢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整个肺炎的疫情变化 让整个指数呢 这地方也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压 可见呢市场的信心是比较偏薄弱的一个状况 那最近的盘势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目前台积电当然在近期涨多这辆走震荡 对台北股市的撑盘力道可能就不是很强 那第二个就是肺炎的关系呢 这个地方后面会怎么发展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封关在最后这两个礼拜就要封关 所以呢在近期的一个走势里面 可能就要留意的就是 封关前跟封关后的走势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研判 那这里呢我们先做一个说明 我们最近近期在节目里面 我们对我跟各位讲 因为台北股市呢 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说我就把它看作一个区间 就算你之前台积电有撑盘 我还是看区间 是因为台积电撑盘其他股票在跌 对盘势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尤其呢近期如果说全指股出现压回的话 台北股市呢在这地方震荡就会很大 所以呢这个区间 目前在这边走维持的时候呢 还不能说它是空头 是因为月线的成本还比较远一点 但是我们近期有跟大家讲过 2月5号封关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的月线就会来到这个位置去 好来到这个位置去 等到2月17号新春开盘的时候呢 整个月线成本就来到高档区 所以呢到时候呢 2月份台北股市是续工呢 还是会破月线 我觉得这地方可能要从筹码的角度里面来去做研判 那目前的盘势呢 你看又在下沙了 跌了238点 因为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把它看区间的话 这地方就不会去乱追 它就是维持在一个震荡 那现在呢筹码面要怎么去做研判呢 关于这一点 因为外资近期期货的一个仓位 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在整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台积电是卖了差不多有6万多张 所以呢让台北股市在整个现货市场里面 它是属于卖超了300多亿 那近期呢 在期货的部位里面 它仍然去做布空 目前是付的27000多口 也就是说 之前在期货结算前 就上个礼拜结算前 它是付的29000多口 也就是说 目前它的期货仓位呢 它并没有说空单缩减 反而空单还逼近了上个礼拜 期货结算前的一个仓位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 这两个礼拜 如果说台积电比较偏震荡 外资这个期货仓位呢 还是属于偏空操作的话 可能接下来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 2月17号是台子期的结算 也就是说新春开红盘之后呢 当天就是期货结算 到时候一定会造成台北股市会有那种压力出现 所以呢台股在近期呢 这地方的震荡呢 可能要留意一下个股上面的一个操作了 那个股的操作呢 我是觉得一些高档的个股我是觉得就不要乱追 不要想说去拆高点 那当然低档的个股里面 因为如果说配合目前整个疫情的变化 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那么可以注意一下亚诺法 因为这档个股呢 是属于快塞的一个族群 当初我们有在低档跟各位讲过 我说你低档就买一些吧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因为未来的疫情变化到底会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但是它股价已经来到低档区 所以如果你低档买一些的话 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所以如果说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呢 比较高档型的个股呢 我是建议各位 这地方可以稍微去做换股操作 那像是布局一些 比较低档的一些生计的个股呢 反而是相对来的比较安全一点 那除了在整个个股的操作部分之外呢 指数操作最近震荡也蛮大啦 那像我们在上个礼拜呢 台北股市呢 台积电在走震荡的时候呢 我们在整个操作的部分 我们有无比单 那有赚有赔 但是呢 赔的时候我会把风险说最小 赚的时候我们尽量赚多一点 所以呢 上个礼拜呢 我们光是无比的操作呢 差不多是200点的一个获利空间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 还要再继续再去做一个累积 所以呢 我觉得台北股市震荡比较大 是建议各位 这地方操作上面呢 可能注意一下手上持股的变化 剩下不到两个礼拜就要封关了 如果说持股的状况呢 不了解那你可以呢 来电呢 去做一个咨询 那关于期货的部位呢 怎么去掌握盘中的一个 一个高低点的一个价差 如果不会做的话 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 那今天就先跟会讲解到这里 后面就注意一下 整个外资期货仓位的布局 如果说 它是持续布空单的话 那这里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呃 新春开盘之后呢 台北股市它未必呢 能够顺利开出红盘 反而这地方2月份会有破月旋的一个风险在 那给大家去做参考 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来电咨询 讲解到这里一点钟再说 好一点 我们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做分析 我们在节目里面再说